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从这个地方起 一直到第36句 到36句 是愚求天仙者 当立一千三百山 愚求地仙者 当立三百山 那么这一段都是讲福报 在全文是第三大段 这八个字是总说 是道在进 非道在退 人应当断卧修善 这个是天经地义 一切众生 哪一个不求福报 哪一个希望遇到灾祸 可是你的明白 福报从哪里来的 灾祸又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八个字 就是吉凶厚佛 根源之处 可是这八个字里的关键呢 就是道子 这个道怎么讲法 意思很深 很广 通常说道 是理 道理 道也是一条路 那么什么叫世道 什么叫非道 这是我们要辨别清楚的 善心 善心就是世道 不善的 善心是非道 这是从音上说 是吉 是福 这就是世道 是凶 是灾 是祸 那就是非道 这是从果上说的 这些离四因果 我们都要明了啊 在佛法 所列的标准呢 就是信德 凡是与信德相应的 这就是世道 与信德相违离的 那就是非道 信德讲到极处 是因恶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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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讲到究竟呢 因恶心的 吃道 二恶心的 三恶心的就非道了 这个标准高了 这个是祝福如来 发生大肆的标准 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保住 一年 不落在第二年 所以他们的果报 是大吉 大福 不可思议的经营 大臣经里面 常说的 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是从哪里来的 从因恋来的 如果因恋 我们守不住 保不住 变成三行二义 这个就会 变现出 受法界一真庄严 受法界一真庄严 对于发生大肆来讲 非道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自己做不到 但是不能不知道 知道的好处 在修学过程当中 不至于得少为足 知道现在的境界 很有心 还要发愤 努力 不断向上提升 可是在我们眼前 我们把这个道的水平 降低 降到最低 那什么是道呢 无界是人是道 什么是非道呢 破界 食物是非道 标准降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清楚了 明白了 有了照顺之处 从哪里下手 这是讲的一般大众 如果对我们念佛同修来说 念佛同修 你为什么念佛呢 念佛的目的何在 希望求生净土 那换句话说 这个希望不能落空 一定要实现 哪怕是 凡胜同修徒 下下平往生 都不落空 你的愿 都满了 那么 那么这个最低的水平 是什么 世尊在观无量寿经上 跟我们讲的 敬业三福 这是最低的水平 这是要想 在这一生当中求往生的 不能不知道 敬业三福 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多次 有落空 有落雁带 也有落相带 好像也有小册子 丢通 佛说三福 总共说了十一句 这十一句 就是道 违背这十一句的 那就是非道 第一福里头 仁天福 也就是仁天之道 你能够奉行 你生生世世 不舍人生 你不能奉行 那就是非道 非道就是三卧道 比一定多三卧道 这四句话 是 孝养父母 奉死司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意 我们懂不懂 这个意思 我们肯不肯去做 第一句里头 说明了时善 根本的根本 什么叫笑 什么叫尽 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明白 在这个地方 我就不多讲了 第二福 是二臣 二臣人的 所修的标准 三句话 受持三规 虚足 中介 不犯 会议 这是入福门 第一福 是入福门的基础 还没入门 到第二福 这才入门 作为佛的弟子 佛的学生 我们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资格 做佛的学生 佛的学生 必须遵守 三规的乐数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不违背 不违背 佛的教诲 三规 第一个是 规一福 这个我们 在三规传授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规一福是 绝而不明言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是不是 绝而不明 而绝 这是世道 你 是非道 我们的思想 见解 是不是正确 思想见解 纯正 与佛相印 是道 思想 见解 不正 邪知 邪见 非道 这是 归于法的意思 第三 归于圣 圣是 六根 清净 一尘不染 我们想想 我们的心 清不清净 我们的念头 清不清净 我们身 清不清净 我们居住的环境 清不清净 清净 是道 不清净 就是非道 所以 三宝 弟子 念念 要与绝正境 相应 这是世道 如果念念是 你一些人 那是非道 思想 言行 要以戒律 特别是 初发心的人 实在是 来说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等着菩萨 都延迟戒律 你们曾经何时 看到佛菩萨破戒犯戒 没有过的 佛菩萨的形象 都是利益众生的 佛弟子 要以佛菩萨为榜样 舍佛 舍得要下 这个形象 给社会 给一切众生 做榜样 做个好样子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不犯威仪 威仪就是好榜样 第三幅 大臣菩萨的基础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就是发四鸿十鸢 愿发了 要兑现 那个愿就不是空愿 要做到 所以菩萨有惭愧性 惭愿 在车利他 使他能够 发风向上 勇猛 精进 惭愧是道 无惭无愧 不知道羞耻 那是非道 深信 因果 我讲这一句的时候 讲得很多 这个因果 不是普通的因果 普通因果 菩萨 言由不知的道理 这个因果是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确实 这个道理 知道的人不多 独送大臣 劝尽 行者 独送大臣 清净 祝福如来 一天都不能通过 每一天都要清净 祝福如来 祝福如来在哪里 祝大臣 今 就是祝福如来 每一天要读送 读送的方法 心清净 一味善知识 这是 事出世间 求学 求道的 秘诀 古时候人所说的 私沉 一定是在 一味善知识 那个地方 成就 然后才能够 变餐 无量善知识 在一味善友 做下 成就 参学的 本领 才有能力参学 这个本领是什么呢 般若经上讲的 根本质 变餐一切善知识 是成就后的 智 智 智 才圆满 华言经末后 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善才通子 清净文殊菩萨 一个善知识 那是私辰 在文书作相 得到了根本质 然后出去参学 这五十三餐 成就圆满的后得质 这智慧圆满了 没有根本质 你就没有能力参与 根本质是实质 震慑智慧 他有能力辨别 证望 有能力辨别邪证 是非善无利害 他一接触就明了 所以出去参学 无论遇到什么人 无论遇到什么私 对他都是开智慧 不会受到障碍 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 你一出去参学 一个善知识 指你一条路 两个善知识 就是两条路 三个善知识 就是三叉路口 四个善知识 就是十字街头 你往哪里走啊 你无路可走啊 你有本事 你能够辨别 能够认识 那就不怕了 亲近再多的善知识 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 绝点不会变更 我们看善财同志 给我们做的示范 善财同志 亲近 文书教他什么 教他念佛法门 我经文上没看到 文字上没有 意思具足啊 意思在哪里 文书菩萨求生 西方 极乐世界 这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如果不继承 他的一波 怎么能说传法弟子呢 你要明白这个意思 世尊教给我们 四义法里头 义义不义语啊 你要体会他这个意思 那么再看看他出去 参学那个形象 第一个善知识 吉祥云必修 叫他什么 叫他波周三妹 波周三妹是专念阿弥陀佛 佛利三妹 最后一位善知识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彻时彻终 就是一个念佛法门 他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 那是世道要尽 勇蒙精进 非道赶快要退 这两句话是总说 不但我们自己明白 而且还要常常劝导别人 帮助别人 这是三福末后 劝尽心者 所以 所以 总而言之 这个舍业句 舍业句 舍业句是自立 末后业句是离他 自立而后才能够离他 自己没有成就 想离别人 佛在经上常讲 无有事处 所以这两句八个字 含义很深很广 这是 善福的总纲 向下 这就教给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样去 修善修福 其功累得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了这里